蔡英文执政才是台湾最黑暗的时代 马英九总统陪谢国阳在基隆小街的时候 蔡世英说马英九执政的时候是基隆最黑暗的时代 蔡世英一开口又再次显露了他为人不端的本质 蔡世英问马英九为了基隆做了些什么 马英九任内在谢国阳的争取之下 完成了基隆还有台北之间的台铁捷运化 乘车的便利性大幅的提升 而行政院耗资了26亿也建成了基隆新站 交通部将基隆港列为国际的邮轮航线 大幅提升观光商机 而马英九第二任结束之前核定的军党迁移 这脑轮体后蔡英文拖到2018年才开始动工 这些身为基隆立委的蔡世英怎么会不知道 他不是不知道是他不老实 而且说到黑暗 蔡英文执政才是台湾最黑暗的时代 行政部中立党国一体化 吃光国家资源化身东厂迫害在野党 强逼民众吃来军必要吞合事 贫富不均清免低薪 物价指数失业率 无薪假痛苦指数还有房价所得都是创新高 而且蔡英文执政鸡蛋都贵不可看 缺电缺一秒缺快三 一万两千多人将一死亡 蔡英文执政才是台湾最黑暗的时代 票头蔡世影基隆南光明